身为中华职棒史上最大咖的洋将 Manny Romero加盟异大犀牛以来 所到之处都掀起了一阵曼尼旋风 以将中职的热潮推向新高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曼尼在台湾的经典时刻 自从3月11号抵达台湾后 曼尼不但成为国内 所有棒球迷讨论的焦点 就连不看棒球的婆婆妈妈 也知道有一位大联盟球星 即将加盟中华职棒 3月12号她正式加盟异大犀牛 背号选择过去在洛杉矶监盗棋队 使用的99号 3月27号曼尼在一大的主场开幕战中 首度登板 这场比赛不但吸引了满场的 2万名观众前来澄清湖球场朝胜 还一举打破了例行赛最多观众人数的记录 最后担任第四棒指定打击的她 也没有让球迷失望 单场六打数绞出两只安打 虽然所属的一大最后以8比9输给兄弟 不过曼尼的魅力已经正式在终止引爆 经过了四场比赛的调试后 曼尼在4月4号面对统一式的比赛中 在棋局上从高健三的手中 敲出个人在台湾的首发拳雷打 无独有偶的是 这正好也是中华职棒史上第7000发拳雷打 为了让这位人气王在台湾留下难忘的回忆 一大球团特别选在5月26号为曼尼举办生日爬 提前为她庆祝41岁的生日 当天一大全队队员都戴上曼尼的招牌头巾 和辫子假发为她庆生 也请到曼尼远在家乡的老婆和小孩录制影片 送上祝福 让当天的比赛充满温馨的气氛 今晚曼尼在终止只待了短短的三个月 不过她已经为我们带来无数美好的回忆 除了让棒球迷找回过去的感动外 也让更多的朋友爱上这项运动 而她6月7号在终止挥出的最后一发拳雷打 也将成为台湾史上的另一个经典 永远被大家怀念 回来皮皮新闻综合报道